施政報告2023除了印花稅及減納措施外 另一個影響流市的措施就是延長居屋按揭保證期 由30年延長至50年 我們相信這個政策可以有助舊居屋的流轉 從而進一步激活這個換口鏈 我們也即時在網上看到有關未保價居屋的搜尋量 但網上看到有些網友不太理解 甚至後悔了這個改動 所以今天就詳細解釋一下延長居屋按揭保證期的意思 以及對市場的影響 首先需要知道房委會會為居屋的買家提供擔保期 銀行亦會因應居屋剩餘的擔保期 批出按揭的年期及按揭的乘數 有房委會做擔保 銀行批出按揭時會更加寬鬆 按揭保證期原先是30年 並且以購買單位的首次發售日期去計算 這些全新的居屋 可以享有足30年的按揭保證期 至於二手居屋又是怎樣呢 其實近年政府推出這個八居二計劃之後 計劃非常受歡迎 八居二就是房委會容許有白表資格的買家 可以免保地價購買居屋第二市場的居屋單位 最新一輪計劃就是八居二2023 有4500個名額 總共也接獲了大約78000個申請 這些免保價的居屋其實同一道理 都是由房委會提供這個按揭擔保期 買家在乘做按揭的時候 銀行就因應居屋剩餘的單保期批出按揭 如果你的保證期 單保期是臨近完結的話 銀行就會扣減這個按揭的乘數 或者會縮減這個還款期 如果過了單保期的居屋 銀行甚至會要求買家進行壓力測試 簡單來說 如果買家想免壓測申請這個925按揭 即是九成 按揭25年還款期的話 在原先未改動之前 通常他們只可以選一些扭寧 是小過21年左右的居屋屋苑 如果你看中二手居屋的扭寧 是超過21年 甚至乎是去到30年以上的話 你們就只可以成做最高七成按揭 還款期也去不了25年 以及需要進行壓力測試 正正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看到很多較高扭寧的居屋苑 因為他們已經超過了 或者即將超過擔保期 即使他們這些屋苑的地理位置很優越 但在買家他們的財務安排的考慮下 因為做不到一些高成數按揭 往往他們的吸引力 都是比不上一些扭寧較新的居屋苑 現在政府將這個擔保期延長20年到50年 按照道理根據估計 更多較高扭寧的居屋 將會重返擔保的範圍 我們估計扭寧大約41年或以下的 房委會舊居屋都可以受惠 不過要重新一件事 大家要留意 其實這個延長居屋 按揭擔保期的實際安排 以及什麼時候開始生效 仍然是有待政府詳細的公布的 我們也看看數據 根據房委會網頁 其實可以供8居二購買的居屋苑 如果用樓齡去分佈 我們看到樓齡21年以下的居屋 也就是免壓差925按揭做到的居屋苑 他們的單位總共有大約32,000多個 現在樓齡22年至41年的居屋單位 都應該受惠可以做到高成數按揭 那裏是多了29萬個 變相八居二資格的買家 他們入市的時候 如果要做高成數按揭 他們的選擇是大幅增加的 在擔保期延長之後 我們相信很多老牌熱門的居屋 例如一些居屋王的居院都會受惠 我們也抽取了各區一些比較熱門的居屋居院 給大家參考 比較出名的 例如有在港島的愛蝶灣 港島另外有康山花園 九龍市區的富榮花園 沙田魚翠園 另外在馬鞍山天水圍也有很多 應該是受惠的熱門屋卷在裏面 今次施政報告有關居屋案揭保證期的政策 一方面可以增加白居二合資格人士入市時的選擇 另外一個角度看 亦可以促進一些舊屋單位的交投 一些舊屋單位的業主原先 可能較難出售他們的單位 但現在的難度也會減低了 他們出售到他們的單位 亦可以回到自由市場 進行一些換樓 所以我們相信這個改動 將會進一步提升二手市場的流轉 以及擊破換樓鏈